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们说商人无足够 商人时常是有唯利是土 哪个地方有钱赚 他就往哪个地方去 商人有时候只为了他的利益 都不顾我们吃的人的一些健康 或者是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奉劝 做一些食品业的人 不要有黑心的这种状况 应该要按照食安法 去制作你的产品 所以我说不免得过黑人脈 一片黑天暗地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想看 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 都充满的黑暗的 这不只是我们台湾 我想世界各个都有关黑道 或者是做黑心事业的人 或者是说 比方说有人在运读 或者是说 这些都是让我们看不到阳光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首诗 诗要做什么 诗就是说 你读文学作品的时候 让你透过诗去做一些反省 因为假如文学 能够让你读了之后 提出一些反省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慢慢地 因为有自我反省会改进 那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我们发现说 有很多人都不读文学作品 都不读诗 所以至少一些人 只是读一些花财的 比方说做股票如何花财 这样的诗集 会把我们的文化 慢慢地投向没落 所以我要奉献 这个我们各位 都读诗 不读诗无语言 孔子都告诉我们说 不读诗无语言 所以我们应该透过文学作品 来改造我们的心灵 来净化我们的身心 好 默契 这个只有利益存在的世间 真正欧心的行业 不免国家 欧人默契 这篇 欧天暗地 欧天暗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